奇怪的程序問題 我們萬花庫宅頭聯盟後 這個我們在去年11月的時候已經將庫拉桃送文化警官 那當時呢 當時呢 市府他在審查的時候認為說 這個東西他是在劉維公局長上任的時候才在位的時候 他是說這個庫拉桃的議題呢 他涉及文化資產跟都市發展整合性的課題 未來建議在文化資產審查上 他建議說應該有在新市府上任的時候 應該要有一個跨局處專案的小組來處理 但是呢 我們發現倪崇華在上任之後呢 他在四月份 五月份不同的 在文化資產審查上面 他們竟然做出了一個非常草率的決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那庫拉桃居樂他分別申請文化警官跟古蹟呢 他其實在需要有一個正式現刊的情形下去才能夠進行指定 但是呢 我們申請的範圍內的古景 百年古景以及楊氏族錯呢 他竟然在一個委員完全沒有現刊的情形下 他草率的就決定他登陸為歷史建築 並且可以完全配合建商進行異地保存 那這個這樣的保存的判禮實在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一個情形 我們認為說這種程序違法在四月文資大會上才進行 在第二個月的文資大會上 他們在前一個小時才安排委員到現場去補線刊 然後補完線刊呢 他們把那個程序完成一個 假裝是一個合法的一個狀況下呢 他維持了原判 那我們認為這個是文化局他在知法犯法玩弄程序 然後使得文資法呢 他不只是一個配合建商的一個方法 一個法之外呢 他還是一個先化劍再設法的一個非常荒謬的一個案例 那我們認為這個案例絕對不可以有一個 不可以有一個這樣的判例出現 那如果一旦出現的話 其實整個台北市 不只整個台北市 全台灣都可以讓文化主管機關 做這樣子的一個程序的補正的一個狀況 好 謝謝以上團體的發言 就是我覺得從剛剛的發言非常複雜 因為每個案子都不太一樣 但是總歸來說其實可以看到就是說 一個是我們的文化局在古蹟或歷史建築的審查過程中 經常是閉門會議 就是會議進入出來呢 所有委員的發言都是略 沒有辦法知道他們到底討論過了什麼 那再來呢 就算是有幸被指定為古蹟或是歷史建築 可能背後也會涉及非常大的龐大的私人利益 包括古蹟的容積移轉 或是古蹟被納入了多更的範圍 那這些呢其實都會告訴我們 就是在文化保存跟開發的這個天秤上面呢 其實是存在非常非常大的拉扯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用一個行動去來表達 就是在我們這個台北市政府裡面 可能就有不同的價值是在拉扯的 那我們認為文化局長應該要怎麼做 才會帶給我們台北一個比較有文化記憶的城市